在苗栗呢有个女子找工作遇上了诈骗集团 还成了人头账户 她一时情绪崩溃竟然跑到河边 企图要亲身 她的朋友呢在岸边赶快的报警 警消到了现场的时候 这个女子呢就当着大家的面前跳了下去 而警消人员也立刻下水去救援她 带坐河堤的女子就这么往下跳 吓坏赛场所有人 叫她起来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天天也没有来 就拉起开 手丢给我 小姐你上来有事情好讲 你上来就要这样子 不论解决啦 那是怎么办 对啊 什么事情可以解决你上来 快点回来啊 游人焦急大喊不断苦劝女子上岸 女子却越走越深 眼看河水已经淹到胸口 情况危急 警察会帮你解决啊 会帮你来忙你上来快点 你骗你我们一起找他 快点你上来 警察拉伸救援 女子还一度抗拒 身体因为泡在冰冷的河水里 不断战斗还不断啜泣 不会你不会有事好不好 不会有事好不好 企图庆生的女子今年22岁 因为上网找工作 却碰上诈骗集团 还沦闻人头账户 不敢被骗 加上父母早逝 相依为命的哥哥 也在去年过世 种种打击让他情绪崩溃 幸好有人及时发现 赶紧报案 挽回一条 宝贵姓名 专闻江建中 苗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